这位36岁的男子没有慢性疾病 全台湾最年轻的确诊死亡 现在14名男子5名女子死亡 这是今天的死亡个案 年龄介于40岁到80岁当中 然后另外还有40岁的女性 她是何志伟的前助理 你看她快筛阴性隔天就死亡 是在死亡之后确诊 还有一个看到大家真的是很难过 一名30怀孕32周的孕妇确诊 还好是母子均安 我们有看到那个照片 在产房里面所有的医护人员 这个自我防护防护得非常好 因为她的呼吸很不顺畅 所以插管紧急剖腹 你怎么看待这几个案子 比较颠覆台湾人的认知 不只是老人家有事 我们可能也有事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新冠 它是一种呼吸道的传染病 呼吸道的疾病的话 基本上它比较容易死亡的族群 就是有呼吸道基础疾病 就是火上加油的味道 流感也是如此 新冠也是如此 都是一个样 所以他们要有一个 这个这样子的疾病出来 它才会有比较多的和平症 那我们知道在和平症里面 最常见就65岁 或者有心肺疾病的人 当然这个讲都不用讲 但是有一个族群非常特殊的 就它没有 它不是老年人 也没有心肺疾病 但是它是高风险 哪一个 就是孕妇 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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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个肚子在这个地方 他的肺是好的 可是他这个肚子压了他的肺 压了一半 这个肺又要跟他的小孩 再分一半 所以他等于只用了四分之一肺 跟一个75岁80岁一样的老头子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种人 他基本上 他一定要优先打疫苗 打这个疫苗 这个疫苗在这个时候 是非常有利 孕妇打是安全的 当然是安全的 我的女儿 就是在两三年前 要生小孩 生小孩刚好就碰到流感季节 我就压了他去打疫苗 非打不可 这个是安全的 绝对安全的 这个小孩已经这么大了 你不打 那这个你还得了 你这个整个肺 一传起来 你肺根本不会用 我看过太多一师两命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对于这些族群 我们早就应该把它提升到 一个比较高的位阶 就是比较高的 比较前面的一个顺位 让他去接种疫苗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是防死的 这也是疫苗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疫苗不是防感 而是防死 我们现在第一级 优先顺位有包括孕妇吗 他没有特别包括 他那个是包括在65岁 有心肺疾病的人 这个里面 没有把孕妇打在 孕妇他们不包括在里头 为什么 孕妇就是很多人 因为孕妇有真孕妇 假孕妇你知道吧 这个肚子很大是真孕妇 有些昨天才跟老公做爱过 今天就叫 号称孕妇 那种人连肩膀都不能碰 你打疫苗你吃吃看 你打的话流传就算你的 所以这个族群 其实是我们 就是一个 真的肚子很大的那种孕妇 那是必须要打疫苗的 所以这些都是要保护的 一个族群 那我们今天死亡的病例 会出现一个 就不是在这个族群里面 一个年轻的 年轻的是哪来的 年轻的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新冠肺炎 它本身是一个兼职性肺炎 很容易在那边形成低痒 低血痒 因为它的兼职是用来 气体交换的 所以它会很 有低血痒出现 所以我们这个快乐的 这个低痒 我问理事长一下 因为我看过 一部戏的一个片段 这个片段就是描述 就是一名病人呢 躺在床上 他手上有这个血痒监测 在这个方舱医院里面 那当时呢 他还滑着手机 还在跟朋友聊天 但是医护人员经过的时候 瞄到他那个数值 在往下降 但是他完全没感觉 他滑手机很高兴 但下一秒 突然整个人陷入昏迷 这个状况 真的可能发生吗 可能啊 你低血痒的时候就可能 你低到一定的程度 你原来是没有什么症状 我们看到艾滋病的肺包子虫的感染 也是一个样子 他就是这样 他可能他基本上 他没有什么大的症状 拖了一段时间 肺部浸润出来了 可能病症就变得很快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个就是快乐的低血氧 是这样子的一个样子 那他要造成猝死 就是前一秒还看得好好的 后一秒就出了问题 而且很快就死掉 我们只要猝死 一定是心脏的问题 所以他是由低血氧 引起了心脏的问题 怎么引起 心力不整 对因为像有年轻人根本他是查过 是没有这个慢性疾病的 对对没有错 他是这样子 所以他在这个 在各个年龄层都会有 不是那个老年人的问题 任何年龄层都可以出现 但是比方说以年轻人来讲 照理来说他的死亡率比较低 怎么知道哪些年轻人 可能会有低血氧的问题 这个完全没有征兆是不是 完全无法判断 可以那可以监测 就监测 那个血氧的监测很简单 就手指一夹就可以 所以亲证的监测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绝对不能在家嘛 对不对 是没有错 所以他一定要在医院嘛 医院把这个东西背起来 是很简单的事情 家里面背起来的话就麻烦了 第一个他可能还要 有判读的一个功能在 那在医疗院主 他本身有医护同仁 可以帮你判读嘛 知道哪个地方是 哪个时候是危险 他可以综合临床 以后才叫你说要特别注意 就可以防止这些猝死的一个表现 好听这个理事长讲 大家又长知识 我要提醒 这个在线上 如果你有家人或者是你在怀孕 或者家人有怀孕的话 一定要特别留心 拜托 一定要特别保护 因为此刻我们的疫苗还没有进来 预付的也没有列为第一顺位 另外不只是长辈要担心 年轻人 不要想说这个年轻人爬爬走 没关系我抵抗力强 这个我得了之后 我反而会有抗体 根本不是那个概念 年轻人没有慢性疾病 也可能会猝死 但是你看到 一天 19个家庭破碎 志强 陈时中说我起码撑一年了 会继续撑住 在我们看来 家都破了 什么叫做继续撑住 过去那一年是靠他撑住的吗 我想很多人现在也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如果说你撑住的话 现在我们的医疗设备应该是够的 我们的政策应该是井然有序的 我们的医护人不会像现在累到贪 我们不会这个死亡数字不断的飙高 他有撑一年吗 真的不觉得 另外你看到他说 他也开始承认了 曲线平坦状况不太好 没有看到疫情往下趋势 他就是不愿意讲什么崩溃 什么严峻都不愿意 他在紧张 都是用一些最平缓的一些词句 平坦状况不太好 状况不太好 但前线医师兼台北市医师工会说 这不是医疗崩溃 什么才是医疗崩溃 讲得很直接 他说双北重点区的疫苗呢 一定会补足六成民众到十月 可以打到第一剂 好棒啊 我们不只是八月 原来是要到十月啊 他终于讲了实话 六成的民众到十月 可以打到第一剂 像五月底 哎呦天哪 好可怕 大家赶快去盘点一下 这接下来这个时间 要怎么保护自己 还有呢 据说人家日本人很不喜欢AZ AZ有血栓 说实在的 如果不是逼不得已 我们谁想打AZ 就不想打嘛 那日本因为量很够 所以日本的AZ呢 可能自己不打 要送给我们台湾 陈思忠今天讲的话也很怪 日本要送疫苗 要来要早 再晚就没意思了 他就讲他是湘民吗 他还是路人甲 或是路人乙 他是卫福部长 我觉得你如果听到 日本的这个东西 第一个你是不是赶快去接洽 如果是现货的话 另外他喜欢跟原厂拿嘛 那就不是AZ原厂给你 透过日本给你 那你要不要 按照你之前的逻辑 按照蔡英文的逻辑 你一定要跟原厂才有保证 那么这个就不是原厂 所以你给大家一句话 你是要还是不要 要的话赶快去拿 不要的话给民众一个交代 什么叫做要来要早再晚就没意思了 我是路人甲陈时中 其实他就是个路人甲 这真的就是个路人甲 你看他现在面对整个我们现在疫苗 就是到不了位了这件事情 他好像是整个事情都跟他没有关系一样 你现在日本说要来说已经表达 日本官方已经开始表达说愿意捐疫苗 这个所谓的态度的时候 这时候其实陈时中第一个时间 我觉得我是他第一次先谢谢日本啊 然后就马上去谈啊 说谢谢日本 而且我们跟日本不是好朋友 不是美国爸爸日本哥哥吗 他为什么对日本在讲一些风凉话 那我就觉得你就好 就是说你要来我勉为其难收 勉为其难收 当然刚刚就像刚刚那个 秀芳姐讲到了 所有的疫苗的里面的话 一般我们台湾民众 你去调查的话 大家最想打的是辉瑞 然后最不想打可能就是国外的 就是AZ 因为AZ传出了很多的一些 负面的一些状况 但不管怎么讲 一般来说大家还是认为是 国际认证的几个大厂的 所谓的疫苗 所以我们虽然不满意 但是台湾民众 现在说真的 你有什么挑的权利跟空间 台湾民众现在有疫苗打就不错了 你来挑什么 所以因此日本愿意捐AZ给我们 说真的我觉得就是谢谢日本 是啊 有些货不拿吗 而且日本他们也讲得很清楚啊 他们就说 他们是感谢311的时候 台湾我们是最早伸出援手 而且我们是最大方的 我们的捐款的那个 募款的一个那个总额 其实在全世界 大家加起来可能都 大概是我们 所以请问一下 日本人这么热心这么温暖 听到台湾的卫福部长 这样讲会什么感觉 我要捐给你热脸 贴你冷屁股啊 哎呀要来就赶快来啊 然后你看他对日本的态度 是这个很奇怪的态度啊 他对于谁地方在争取BNT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态度啊 也一副路人甲啊 就说啊那你来申请嘛你来申请嘛 哎可是他完全搞错了一件事情 中央跟地方虽然各有权责 但实际上在疫苗整个政策上 其实才是中央的政策哦 所以我真的没有看到他的积极 他的努力他的认真对对不对 那他现在跟我讲他撑了一年 我觉得说真的是老天给我们一年的时间 不是他撑了一年 我们所有过去这一段时间的三大防线 台湾做得好第一大防线就是什么 就是境外主角嘛 然后还有我们的台湾民众戴口罩嘛 这两件事情非常关键嘛 可是除此之外很抱歉 政府在另外两个防线 很重要的两个防线 是完全这一年半是摆烂到底的哦 筛检机制没有建立哦 现在筛检整个弄起来 是地方政府自己冲出来 因为情况已经失控了 我再等你诚实都会完蛋了 有些县市的地方政府并不积极嘛 到现在为止对不对 只有双北是最积极的 那其他的县市政府 当然第一个也许可能都能不够 第二个呢对不对 比方说绿营的这个县市等等 好也许这个他们就知道 这个中央并没有很支持啊 那我干嘛去自己撞在枪口上呢 19人死亡破纪录 累计死亡呢已经超越了SARS 好我们仔细来看 目前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数字 当然重灾区还是一样了 是新北跟台北 兼新北136加141台北呢是94加114 另外我们看到桃园有没有 早就大家都觉得桃园应该不会那么少 桃园加22 当然以现在来说呢 可以说检验最积极的 还是新北跟台北 检验越积极 它出来的确诊数就越多 就合理的嘛 分母越大分子就越大 但是其他县市呢 尤其是我们看到 像比方说桃园啊高雄啊等等 事实上之前我们看到那个足迹 高雄的足迹好像也蛮广的 但是高雄呢有没有普筛 有没有广筛等等 是不是没有检验就没有伤害 没有检验就没有确诊呢 不知道 但是人家分配的疫苗好多 到现在为止 七天爆出了63人死亡 63人死亡 至少你有没有看到这边 有时候跟我会有种 这个精细和系 仿佛格式的感觉 你记不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台湾人怎么看待全世界 我们觉得我们很安全 我们觉得我们很幸运 觉得别的国家好惨哦 你们怎么会把 自己的国家搞成这样呢 你们怎么会让自己的人民 这样呼救无门 这样猝死呢 你怎么会放弃这个老人家呢 但现在似乎台湾看起来 有这样一个趋势 今天我有听到 有医生开始要讨论 一个恐怕未来 我们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那就是他说 假设这个确诊是高龄 经过急救之后 眼看着他急救回来 存活率很低 我们要不要救 所以你看到这些数字 你会不会跟我一样 我们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 我们就是已经 戳脱了一年半的时间 其实老天对台湾 很好 他给我们一年半的时间 让我们可以好好准备 面对今天这个状况 但是我们这一年半的时间 就完全是浪费虚职 过去这一年半里面 我们很多的一些建议跟建言 只要你提出建言的人 像旁边我们待会 可能像杨署长也会 就是邱淑提啊 杨署长这些都是 过去常被网军攻击的人 他们都讲了很多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提早讲了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现在我们真的也不忍了啦 讲白讲也不忍了啦 像今天你看19个死亡 这19个死亡 其实背后就是19个家庭 我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跟我们蔡英文总统讲 我说你把这些人命 放在心上好不好 拜托你 到现在为止 其实大家坦白讲 大家现在最期待的是疫苗 没错 可是很抱歉喔 各位要有个心理准备 疫苗就算现在进来 你要轮到打到要打到两剂 要有保护力 都还要时间耶 不是现在疫苗来打了以后 就已经提干不坏了 没有错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跟死神赛跑 你知道吗 可是今天你可以看到 我们中央针对BNT 现在已经是有谱了 就是各方已经有些管道 都已经开始去弹出所谓BNT 可能可以过来 而且BNT是拜登打的疫苗 拜托是拜登打 是自由时报 用头版来宣扬说 我们终于有辉瑞 那种性笨感的疫苗 现在民进党努力的黑 努力的去造谣 没有用之后 民进党现在 陈时中开出八项程序的门槛 说你如果要进BNT 可以啊 你申请啊 但用八个程序来卡你 就是用什么样子 那种漫长程序 东卡西卡 我要说一件事情就是 蔡英文总统 真的我们受够了 你今天19条人命 我们今天在这边 是为这些台湾人民在说话 我们如果 我们今天倒不是这么心痛的话 真的过去一年半的时间 很多事情坦白讲 我也跟秀芳姐讲 过去这一年半 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已经是不太喜欢 谈疫情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讲什么 都没有用 因为你讲任何事情 其实民进党 就一个态度给你啊 他说你要筛检 筛检什么啊 干嘛筛检 你要其他国家筛检的人 越筛检越多 死越多人啊 我们台湾就是一样好棒棒 我们不筛检都这么安全 不筛就没有伤害啊 所以干嘛去学人家筛检 什么快筛 普筛 广筛 那些都是来乱的 台湾最棒 我们现在就最好 其他国家根本就不准 因为他们死那么多人 那你就讲疫苗 以前民进党 跟什么大家讲说 疫苗现在不需要打了 然后疫苗 疫苗暂时不需要 这民进党一堆政治人物 在那边讲这些话 就是他POMAS的所谓的一些疫苗 到不了位之后 他就开始去给大家认知作战 去告诉民众说 其实疫苗也没那么重要